长剧市场的偶像剧 男主人均180家 人高马大西装革履 分分钟氛围就上来了 但女主角大多都是颜值平平 个子娇小 与男主很难同时入镜的小土豆 像专门整导演似的 而短剧市场的女主角反其道而行之 人设不再试吐撕花或者傻白甜 演员的外形条件也非常优越 个子高挑 身材凹凸有致 气质也非常好 秒杀很多长剧里夹杂的资本家丑孩子 下面我们一起来盘点 一下短剧里身高超170的四位妻子美女 一 宋玉佳 从今以后 我不在这里情形 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 只要你复仇而活 复一案 前不久 我无意间刷到了一部名为攀缠的短剧 另一个更狗屑的名称是回国后 傲娇大佬日日痴缠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一口气追完了这部剧 没想到它竟然是一部难得的设定正常 逻辑清晰的佳作 攀缠的故事并不复杂 男女主角因为误会而分开 女主带着孩子离开了 五年后的重逢 男主表面带着恨意 但内心始终清楚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追回女主 这样的情节虽然常见 但这部剧的处理方式却让人耳目一新 男女主角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格 女主不仅有事业 而且不矫情 这让人感到十分难的 全剧没有过多的狗屑台词和桥段 极限拉扯的看点让人欲罢不能 剧情紧凑 没有拖泥带水 让人一看就停不下来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主角的颜值 她不是那种白又受审美下的女主角 她的脸庞圆润饱满 健康有活力 既有青春的气息 又有成熟的魅力 不少人说她神似台湾女神白运会 确实 她的辨识度极高 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经过一番查询 《我的知女主角》的扮演者叫宋玉佳 1997年出生 身高172厘米 她之前做过模特目前已经拍摄了包括消失的未婚妻恶女的品格在内的十多部短剧 这样的背景和经历 让人对她为何能在短剧圈中脱颖而出有了更深的理解 宋玉佳在剧中的形象多变 尤其是她穿着各种职业套装搭配珍珠项链 头发高高盘起的造型 给人一种大气厚重的感觉 她的颜值和身材已经为她赢得了不少粉丝 而在演技上 虽然她并非科班出身 但在素成的短剧环境中 她的表现也足够让人满意 目前 宋玉佳在短剧圈中还算是新人 粉丝数量不过三万 但她的魅力已经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很多人是因为她的高颜值和好身材 看过她的一部作品后 便去搜索她演的其他剧来观看 在短剧领域 宋玉佳基本上都是饰演女一号 尤其是在复仇题材的作品中 她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角色往往坚韧不拔 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 这也让她在短剧圈中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 总的来说 宋玉佳凭借其独特的气质和演技 在短剧领域逐渐崭露头角 她的作品虽然还不多 但她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潜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宋玉佳将会在演艺圈中占据一席之地 成为更多观众喜爱的演员 前不久 我无意间刷到了一部名为潘缠的短剧 另一个更狗屑的名称是回国后 傲娇大佬日日吃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一口气追完了这部剧 没想到它竟然是一部难得的设定正常 逻辑清晰的佳作 潘缠的故事并不复杂 男女主角因为误会而分开 女主带着孩子离开了 五年后的重逢 男主表面带着恨意 但内心始终清楚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追回女主 这样的情节虽然常见 但这部剧的处理方式却让人耳目一新 男女主角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性格 女主不仅有事业 而且不矫情 这让人感到十分难的 全剧没有过多的狗屑台词和桥段 极限拉扯的看点让人欲罢不能 剧情紧凑 没有拖泥带水 让人一看就停不下来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主角的颜值 她不是那种白优瘦审美下的女主角 她的脸庞圆润饱满 健康有活力 既有青春的气息 又有成熟的魅力 不少人说她神似台湾女神白运慧 确实 她的辨识度极高 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经过一番查询 我的织女主角的扮演者叫宋玉佳 1997年出生 身高172厘米 她之前做过模特 目前已经拍摄了包括 消失的未婚妻恶女的品格在内的十多部短剧 这样的背景和经历 让人对她为何能在短剧圈中脱颖而出 有了更深的理解 宋玉佳在剧中的形象多变 尤其是她穿着各种职业套装 搭配珍珠项链 头发高高盘起的造型 给人一种大气厚重的感觉 她的颜值和身材已经为她赢得了不少粉丝 而在演技上 虽然她并非科班出身 但在速成的短剧环境中 她的表现也足够让人满意 目前 宋玉佳在短剧圈中还算是新人 粉丝数量不过三万 但她的魅力已经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很多人是因为她的高颜值和好身材 看过她的一部作品后 便去搜索她演的其他剧来观看 在短剧领域 宋玉佳基本上都是饰演女一号 尤其是在复仇题材的作品中 她的表现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角色往往坚韧不拔 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 这也让她在短剧圈中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 总的来说 宋玉佳凭借其独特的气质和演技 在短剧领域逐渐展露头角 她的作品虽然还不多 但她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潜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宋玉佳将会在演艺圈中占据一席之地 成为更多观众喜爱的演员 02 赵希希 今年三月份 一部叫《爱在黎明前降落又名又他情深降落》的短剧爆红于网络 女主沈瑶初隐忍卑微 克制自我 默默承受不轻易表露 为了女儿孽的剧情看的人十分难受 但她的美貌确实在让人很难中途器具 之后的《声色全马步步深陷》等作品 又让她圈了不少粉 时而是不争不抢的小白花 时而是浮黑的恶毒女 西路从不单一 她身上有一股山茶花的气质 清冷出尘 看着淡淡的 香味却浓烈 很多人说她向中心同和陈法拉的结合体 凭一己之力 拉高了短剧的档次 确实如此 跟粗质烂造的短剧里那些靠浓妆和滤镜打造的艳俗女演员不一样 她有一种电影人的质感 清清爽爽 气质优雅 一般女演员气质出挑 跟身高和一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赵兮兮身高170厘米 站在人群中就很出众 而她毕业于被誉为舞蹈界的北大清华的北京舞蹈学院 众周所知 学舞蹈的女孩几乎都是身段优美 一太优雅 赵兮兮走红之后有人考古了她在北舞期间的作品 看到她长手长脚 体态柔美翩翩起舞的样子 纷纷感慨 难怪第一眼看就觉得她与众不同 如今她不仅主演了多部短剧 也开始朝大小营幕发展 今年6月份讲陆霞 包贝尔 谢苗等人主演的电影《致暴》里 《她是女二号》 虽然电影反响一般 但这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跨越了 3.张楚萱 段清雨你栽赃我 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碰她 她是自己 我哥 你别生气 张楚萱今年一口气主演了《甜蜜攻略》陆总前妻太傲交替嫁后 《丸酷大佬每天都在聊我丑女后吗?你席攻略》等多部短剧 光听剧名就让人尴尬的脚趾头抠的 但张楚萱却能在这些狗血本子里杀出重围 美貌自然是有很大的加成 她身自高挑 容貌美丽 无论是演都市白领还是才发千进 都很有气势 她的长相是浓岩细 得淡脸 眼若星辰 比如玄膽 稍微上一点装就很明艳 96年出生的她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早年也是以正剧演员出道的 演过不可思议的爱情等剧的女配 也演过几部小成本网络剧的女主 但一直不温不火 短剧行业兴起之后 她第一时间换了赛道 不曾想歪打正招 收获了不俗的人气 不过距离大红大子还差点意思 她的很多粉丝一度跑去余政的社交平台上留言 希望于正能给她一些表演的机会 毕竟这么好的条件 大家都希望她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 朱墨岩 老太太没告诉我 搭的都是180家的男演员 朱墨岩每次跟自己的对手演员占一块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身高差 或与男演员的眉眼一般高 或看上去势均力敌 一搜索才知道这位小姐姐竟然171厘米 难怪穿上高跟鞋后高挑的直逼男演员 朱墨岩是上戏毕业的科班演员 1998年出生的她16岁就触电 演了几部小成本电影后 她便报考了相关的专业院校 锁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 这几年她长剧短剧两手抓 有剧本就接 不挑食 长剧参演了阿麦从军夫军大人别怕窝的 都是配角 短剧则步步女一 这两年她主演了奶奶逼我去闪婚娇俏伊妃王爷忍不住的二十多部短剧 来回穿梭在现代与古代之间 时而是总裁的小娇妻 时而是王爷的宠妃 大多都是甜宠剧 是没有什么张力的人设 其实有点可惜她这一张脸 是类似女儿国国王朱林的那种长相 脸蛋大气 身材玲珑有致 加上各高气质好 是很有厚重感的美丽 气质很贵气 副台中带着独特的韵味 又很百搭 不管跟什么类型的男演员站一块都很有CP感 难怪在众多的短剧女演员中能被大家记住 这么一看 短剧市场真的很卷 这四位短剧女演员即颜值 演技和气质于一身 秒杀很多长剧演员 但她们在短剧界也算不上顶流 希望她们早日拥有更好的资源 有更大的平台可以发挥